今天的依次国股推介就是 《龙原电力1916》 《经济日报》的投资 二话组简选 原因就是内地积极推动碳中和 中证监副主席方星海华 中证监正的研究 制定资本市场支持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政策措施 加大对绿色低碳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 同时近日人行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 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的资金 这些因素将会理好新能源股 看好龙原电力 今年头10个月 龙原完成发电量近5109万兆瓦时 按年增长两成 其中风电增长1成8火 电增长2成6 其他可在生能源发电量增长1.6倍 风电发电量保持强劲增长 五位集团盈利和估值提供持续正面趋发 策略上 投资者可以15元附近吸纳 目标上网19元 跌穿13.8就减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